一人夫妻孫鵬和迪英的兒子孫安佐 被指控二零一八年 在美國經由不同的網路賣家 購買槍支零件 試圖要製造手槍 最終沒有組裝完成 經過失靈地檢署 以社辦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起訴之後 支公法院一年多的審理 今天是判決公訴不受理 何一廷認為 孫安佐在美國 沒有被依製槍未遂罪論處 所以是認定他這項行為 在美國並不構成犯罪 根據國刑法第七條淡書規定 犯罪地支法律不法者 臺灣無審判權 所以判決公訴不受理